大家好 我是彭哥 今天我們來關心一下 大盤的一個現況 在昨天在前天 王哥有沒有告訴大家 現在的盤發生什麼問題 跌破了一個低檔反彈的一個位置之後 就開始 1866去 1866去一直往下面跌 有沒有 今天 再度驗證 什麼叫空方趨勢 很多人認為空方趨勢 一定是要保證跌立刻跌 跌跌不休只會跌不會漲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趨勢這樣的東西 我只能告訴你 他是很容易出現的 而且會連續出現的一個狀況 所以你看到 彭哥在告訴大家9811 這個低檔反彈 跌破這個低檔反彈的一個起漲點之後 他就下去了 我們告訴大家 而且 他會莫名其妙出現一堆 問題點 導致讓整個 整個盤 那個盤面掉下去 就像美股昨天 又發生 一些狀況之後又出現大跌 如果你都你都瞭解 彭哥講的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避開 這些風險 所以我們要強調告訴大家 在上個月 彭哥一直告訴大家 什麼叫諾雅方舟 要散開 散開 崩跌的行情 你只要搭上 這一艘諾雅方舟 你就可以散掉 空方的海嘯 1萬0500直接跌破1萬點 這個就是 彭哥一直要告訴大家的 關鍵在這裡 今天又跌了200點 差一點跌破300點 我們要告訴大家 財富正在重分配 因為他已經空方行情 正式啟動 所以我們要告訴大家 如果你這邊 這次你只錯這一次 而且繼續凹單的話 你一定會休息多少 10年 因為這10年彭哥做過 錯誤的事情 讓我人生 損失了1 3 但是我現在一樣 我好不容易再找回方法 再讓我再爬回來 這一段行情我遇到了 我有曾經的一個經驗之後 我不再迷惘 我不再做錯邊 我要做對邊 這是我要告訴大家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焦點 一樣的 我們告訴大家跌破9811之後 加權再度形成空方式 你有沒有跟彭哥做同邊 彭哥不保證是方向對的 但是我只能說 我對的機率很高 那現在我們 要告訴大家 空頭海嘯 這個行情是空頭海嘯等級的 吞噬多頭 ing 正在吞噬多頭 所以現在看到有任何的一個反彈 拉起來 他隔天就很容易往下面跳 跳下去就跳去了 這個就 這個海 這個海就很像那個 漩渦啊 你跳下去你以為你游泳游很厲害 大自然的力量讓你想不到 現在 我們講的 系統性的風險把你整個淹沒之後 大家自己去看盤面上的股票 先漲停 不要說漲停 今天上漲的股票 沒有超過50加 好好想一下 如果你做股票都是一直在做 用拆的方向 希望他反彈的方向 我只能講 彭哥 賺60% 我可能會吐10% 我可能會吐20% 可是總結一下 我是大賺的 你一直在那邊搶反彈反彈再反彈 你跌了10% 20% 30% 50% 80% 給你反彈20%怎麼用啊 跌了80%的反彈20% 只有我的70% 你要想一下 好好想一下 那個報酬率的問題 彭哥一直強調我們做單要賺錢 就是報酬率 很多人只在那邊在乎勝率 勝率很重要嗎 有沒有看過我賠945 賺145還大賺的 這個邏輯先把它搞清楚 好 那我們盤中的現象 我們在那邊先趕快告訴大家 好 一樣9811跌破之後 今天再度引發 300點的沙盤 300點 應該是說284點 好那我們講的 星星 原本昨天講的星星之火 燎原開始 好現在是 燎原知識 正在擴大火場 好那我們九成股票 現在都往下的發展 那我們戰鬥K線也早早的告訴 我們的同學們 你應該要避開多方的一個 持股 甚至你要用空方以對 這些 我們都預告在前 全國的 投資朋友們 你有看彭哥賦予錄 你有看股市51區 及時討論區 你有看彭哥賦予錄 FB Light 還有我們Light 贏家No.1 我通通都寫平 為什麼都敢行 為什麼可以對那麼久 我相信沒有人 現在真的沒有人 可以向彭哥天天解盤 天天對那麼久 從BG38檔 7月18號 到現在 10月25號 滿三個月又一個禮拜 彭哥準到現在還在準 賺錢的人依然在 賠錢的人還是很多 但是我至少 我做到一點 我保護了我的 群組的同學們避開 這一波大風險 他們第一個 就算不做空 也不會去做多 你要記得 方向對很重要 不要看到有方向還在那邊 想追想追想追 追到打到壞了 包括現在很多人輸到我跟你講 那個理智線都已經斷掉了 反正貫通貫西只要找到誰 讓你賠錢 那就是他害你的 如果你是做到這樣子 包起來不要做 彭哥就在告訴大家 你要賺錢找方法 對不對 不要怪都怪去怪神明 怪運氣 怪什麼樣 彭哥的運氣也不好 為什麼現在可以賺錢 我們就是 就事論事 就點觀點 想做股票 只有多跟空 大方向也對 大方向也是空 你有沒有去做 沒有做 沒有做 在那邊嘴來嘴去 真的沒有意義 彭哥 就是要讓大家知道說 你做對方向 我現在可以消息息的 但是你現在做 多的 苦哈哈的 我跟你講 你又覺得我在酸你 好好想一下 加錢指數 趕快來看一下 9811跌破之後 凍凍兩下 那我們這邊 告訴大家 前幾天 當跌破 這個低點反彈之後 我就告訴大家 你要小心 空方海嘯正式來領 但是 有聽不到我的 你一定閃到今天的兩三百點 但是你沒有聽到的話 你今天第一個 先被385% 8%跌停板打到 今天跌300 200多點 還沒有 形成那種 跌停板 或是跌8%那種抗期 今天大部分股票還是跌 3.5% 跌7%左右 還不夠強 如果大盤是跌超過350點到500點的時候 這時候就不一樣 通通都是6%起跳了 這時候我們就告訴大家 加錢指數 現在在低點 就好像水庫破洞一樣 現在正在 洩洪 潰堤 應該講潰堤 好 同學們就好好注意 好華興科 我們告訴大家 當這一天的 我們講的吞4K棒 已經被跌破之後 咚咚咚咚咚咚 不管怎麼跌 慢慢跌 快快跌 通通都告訴你 他是空方的 你看 從300多塊 剩到現在133塊 不小心 他可能就又 再跌個三成 他就已經破壞了 成幾何時 你要想到 腰斬腰斬再腰斬 300變150 150再變回100 很可憐 至少我們講腰斬一次半 這是沒問題的 好環球金 這個也是一樣 我一直告訴大家 這一支的開盤價不要被跌破 今天 但是昨天還是告訴大家 他要往下跌 只是他害羞那一項 他沒有表態 我要 破這裡 所以他今天往下開 直接跌破了前一天的 開盤價 所以環球金 這樣看起來 也是 所以 我們同學 讓一下 讓他看一下字卡寫什麼 好好想一下 這個字卡的意思 是什麼 可以截圖 想一下 好 好 那我們BG38檔裡面有一檔叫全新 一個半月這樣子下來 你看 100塊跌到現在的 52塊 只花一個半月跌掉將近快50% 大家都以為要反彈的 結果他又出現一個 小低點確立之後 然後在小高點確立 就開始繼續往下面破 這邊就是投 投資人最不想要的一個追低點 你以為他追低點 結果看到 他是起跌點 所以我們要告訴大家 你要去想一下 為什麼彭哥可以 這樣子操作 這樣操作居然 追低點還可以賺錢 大家 不清楚什麼叫做追高追強殺弱 跟追高殺低的差別 這個我們在課程上面 我們都有詳細告訴大家 好 那達賣 我們除了BG38檔 熱門警示股之外 危機股之外 我們還有出現 還有後來要推出一個 叫GG11檔 這11檔 11檔就是後來 緊接的 這38檔的股票 他是後面補跌的股票 一樣的後面一路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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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下去 一樣的 在這邊出現的一個吞噬下跌K 跌破方向線的時候 要告訴大家 價格會跌 但是隔一天出現了一個反彈 大家覺得 好像沒什麼準 但是 往下開 先跌了 8% 我們告訴大家 當你出現小高點確定的時候符合空方標準 空方標準做下去 但是不保證馬上反應 但是你要堅持 只要他沒有改變結構之前 他還是有機會 而且機會很高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點炸彈點不著 但是一炸的話會連去 一直炸過去 這就是這叫做趨勢 所以我們看到今天這四檔股票 被動吸金源 還有 38檔的 還有11檔的股票 這些都是我們 一路上一直驗證的股票 我相信投資人應該就很有感覺 好我們今天的結論 這幾天講的大同小異 但是就告訴大家 堅定方向很重要 9811 山海關失守之後 空投 海嘯 已經來臨 多投要跑 空投你要保住 這很重要 結構會告訴你要不要跑 學會 你就知道 多好賺錢 好 再來就是 現在正是財富從分配的時候 你要趁現在 這個空投 你一定要賺到錢 為什麼 未來反彈 有便宜的時候 你才要減 未來的大多頭 你就可以成為1萬富翁 如果我告訴你 華新科 只剩10塊錢 國巨只剩30塊 那個 原本一張 國巨的你現在可以用 一樣的錢買30張 未來他可以再翻倍的時候 你的財富就很容易會翻倍翻倍再翻倍 這才是 在股市上面為什麼會賺到錢的一個主因 如果你現在還在那邊賠 等到我們開始賺錢的時候 你就只能在那邊去外面找工作 賺吃飯錢 存股錢 等到又在上萬點的時候 啊 我又有機會了 就在那邊衝衝衝 衝完之後你現在又回到了空 空方趨勢的時候啊 我又花10年又花20年存的錢又輸光光了 你有幾個10年 你有幾個20年 同課一浪費掉一個10年了 我已經證明 這個方式 我的方式是可以賺錢的 你的方式你再想看看 你要一直用你的青春年華 你的財富去試 當然ok 每個人都要付出代價就這麼簡單 好 那我們昨天講徹底 徹底會摧毀多方一致 那現在就是徹底 摧毀多方一致 你有敢問嗎 我一直告訴大家 事後解決都已經沒有問題 沒有任何意義了 只有前面盤中解決 盤中看到轉折就做轉折 盤中沒有轉折就堅持方向 這很重要 所以 我與重新場 還是要告訴大家 你還是要跟那些 會帶你一直低點反彈 做多的嗎 你一直跟嗎 你一直跟嗎 有賺錢 那賠錢的賠錢不講嗎 反正是死澳嗎 好那我們做空也很簡單 該空我就攻 該多我就多 方向線能量線 撒雕 我三條線可以帶來這麼多的財富 我可以帶來 幾萬幾十萬幾百萬的 大家去看一下 台灣的頭顧那麼多 有幾個 有幾個跟頭顧可以讓你賺 百萬賺千萬的 我只花一個月時間 我就讓一個 虧三百萬的人 把三百萬賺回來 現在還在賺 賺多少我就不方便公佈了 我只能告訴你 你們想像不到的數字 這就是 自己做 跟 別人叫進去做的差別 我的同學是自己做 彭哥也影響不了他 他之前做的先進光也是他自己做的 尼克森他自己放空也是他放空的 他可以空 他可以買300張他也可以空200張 就這樣子 股票就是論實力 實力就是方法跟金錢 你這兩個都有時候 賺錢就快 賺錢就猛了 當你這兩個都缺一個的時候 你注定 你一定會掰扛 這是彭哥要告訴大家的 所以 好好想一下 彭哥最近真的身體不好為什麼 我也是接受太多 負面能量 負面能量為什麼 每個人來找我都是輸錢 我很少看到會賺錢的人來超我 會賺錢自己賺就好了不需要嗎 不需要彭哥幫助 彭哥幫助就希望幫助到 原本你是 虧錢的 你開始 不虧 開始小賺 最後變成大賺 所以 我們講的壓力真的很大 心情那邊不好 所以有一些同學被彭哥凶 請你多多見諒 但是我真的是要為你好 好好想一下 真的 彭哥真的能幫助同學 真的時間不多 我講這個 大家如果 有感悟的話就知道我在想什麼 彭哥準備可能要休息了 所以你們要把握這段時間 想賺錢 好好的 想一下 哪些方法是對於 大家 是可以賺錢的 這個是很重要的 雖然我在那邊洗洗涼 一直 重複講這些話 但是真的語重心長 今天兩三百點我也不會一直炫耀說 我們賺多少錢 就很簡單 彭哥的同學 第一個現在都安全無語 第二個 他們並不是難過的 已經學好的 他們不難過 他們希望 有更多人需要被幫助 因為我們講的 很多人傷到他不願意 告訴人家 他已經開始犯證 為什麼 他要低調 因為曾經走過來 就是這樣 當 你越高調你就會被人家打 當 唯有自己低調 才有辦法在市場上面 穩定獲利 這是彭哥要告誡大家的 所以 想支持彭哥的 下面的 FB Light 你都可以幫 彭哥打氣 還有鼓勵我們同學 這很重要 如果是已經學好的同學 有賺錢 把一些正向能量 分給需要被幫助的人 這個是 彭哥一直 叮嘱的 雖然你花一些錢 你學一些方式 但是 我相信你得到東西是 一輩子的東西 好今天我在這邊多講了5分鐘廢話 但是 我真的是希望幫助大家 好希望大家聽得下去 好那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拜拜 拜拜